欢迎收看本期的美女水游日记 由2K出品文明系列支付希德梅尔亲自参与制作的希德梅尔星际战舰 可谓是出师贵族游戏背景发生在浩秒的星际太空 玩家将指挥飞船舰队努力探索银河系和外星人领地 游戏还将囊括战斗科学发展等内容 而玩家的最终目标当然就是征服宇宙 统一浩瀚星际了 值得一提的是游戏还支持与文明太空进行联动 不过可惜的是 目前该做只有iPad版 手机用户可能还要稍微等一下咯 地牢猎手5 地牢猎手5出自手游大厂Game Love 作为地牢猎手系列的第五部作品 游戏延续了前作的故事 整个游戏采用经典的美式ARPG第三原称视角 为玩家们展现了一个宏大的魔幻世界 在新作中玩家将不再受限于职业的限定 游戏角色将根据玩家所选的武器在各种职业中损易切换 相比系列之前的作品为玩家带来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好的游戏体验 在绿色星球中玩家扮演一位驾驶飞船 寻找荒芜小行星的外星生物 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收集能量 再注入这些荒芜的星球 使它们焕发绿色生机 需要的能量可以通过打爆滑过四周的陨石获得 由于游戏中的武器需要玩家手动操作 所以绿色星球也可以算是一部休闲射击类型的游戏 纯爱老太婆学员 从纯爱老太婆学员的名字来看 这是一款纯爱系列的恋爱养成游戏 而事实上呢只要看到女主角的画面 你就会发现这款游戏和其他恋爱养成游戏相比少些不同 游戏中的女主们为了等待主角出现 竟然经过了百万年之久的等待 不过虽然女主们已经是一百万岁的奶奶了 她们的内心可还是十分单纯的哦 这样的画面搭配萌萌的少女音 想挑战自己极限的朋友们可以来试试看 一定会有也有一份感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美女手游日记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这几款游戏感兴趣 可以在口袋巴士搜索游戏名称 进入游戏专区下载体验游戏 好了本期的美女手游日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